175大石头人修全满辅助技能全满啊满强壮满神速师门技能全满化成九层啊超级烟花福气遗水雪山 限量强锐呢没有大件啊 锦衣有浪涛杀神器呢是91啊这把武器1058的刚才看过了 这把武器那我估计在雪山的肯定是三开头的在雪山这样的耗的底子在雪山这把武器一定 在把因为武器和空号一定要一起卖吗这把武器肯定30多万了 678物理系的梦想而且 石头领用的武器呢跟武器的造型没什么关系 贺雪狂公价变身 天花板了天花板了啊 变身套打15段 基本上就是最强的变身套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常规 漫天套呢都是15段16段但是变身 15段的号很少记不记着我们昨天取出一个338000的号了啊就是13段的变身啊 这武器哪有这么贵这武器你在自然界中找不到这么高伤害的 非专用的话找不到这么高伤害的而且对于华山石头领 和力是一样的这把武器存伤是1000啊 1058而且呢门派也对不用再点命中 啊腰带的话13段愤怒加变身鞋子11段加变身啊帽子这么好怎么到腰带和鞋子这突然就拉胯了呢 赫碎加变身啊打的是吸收宝石防地厅防须弥 利敏双家13列12156啊这个双家不是很高防御不是很高双家融完了以后还行 双家竟然融练了到了 极限啊敏捷极限6点力量一点不减 灵士的话是双速度一伤害啊双伤害一速度 这灵士怎么左边的灵士差这么多呀 为啥这装备搭配的感觉有点不太合理呢啊武器和帽子 好像是借的啊 还是自己打的啊自己打的买不到武器 你花钱买一个60万的车肯定 得买一个好的发动机吧不可能用一个1.0的啊 动力也带不动的车壳子 宝宝的话那也不是特别的细节啊这种宝宝呢 不是很细节啊都比较偏任务了 须弥没有移植和进击法报带隐功带神马他这个号他就是只有武器好帽子好